那sub envelope包裝起來送進去的時候 那你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的就是這個訊息 Sex pass exception Content is not allowing in prolog 你期望的數值跟他不一樣 他期望的數值跟你給他的不一樣 當然這邊也可以 Eleal argument exception 如果是 attacker 他可以用不同的datatype來試合 來try 給他一個不同的文字也可以 所以都Illegal exception 這些都是 FullStream裡面會有一些不同的訊息會展現出來 所以剛剛那些東西都是 把參數污染參數 那如果 在WSCAN裡面呢 其實還可以再更進一步的 再更進一步的是 怎麼樣的來這個 了解他呢 可以try這個auditing 這個 Auto Audit的這個feature 它 基本上 這個 也是WS Scanner裡面的一部分 WS Scanner裡面有一個部分叫 WS Audit Audit就是做審計的 好就等於我做統計的好 那你可以 你可以這個 這邊說你要 你要用 你要看哪一些 你可以做很多 你可以做不同的inject 可以try不同的inject 注意到這個是 很像是只有在 Dotnet service裡面可以用的 那 那如果是用那個 Java的話要另外一個 好那 那這邊 如果我是用這個audit的這個功能的話 那這邊可以 可以 這邊的例子是做meta character 這邊是injection 同樣的 不是injection 這個 Data type mismatch 就是我用不同的Data type schema裡面的 schema在這邊 然後body呢 你給他id是a 然後這Fullstream裡面 Fullstream裡面給你一大堆 一大堆的這個 這個訊息 那這些訊息 我們都還可以investigate進去的 你可以慢慢的去 看他的這個response裡面 看有沒有 有沒有可以找到一些 像譬如說這邊可以找到很多了 譬如說這個 在第29行 發生什麼 第29行 然後這個 等等 所以你就要去 要去把這個裡面的 內容給找出來 就是可疑的線都找出來 那這個 像今天剛好 有幾位學長姐去參加金頓獎的決賽 那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他們現在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 就是找到 做這個 做這個 這些動作 好 同樣我們剛才用Data type Edit 事實上 就那個工具就可以來做一些 sequelinjection 各種不同injection的動作 我們看這個injection的動作 會造成什麼樣的損害了 像如果是ID的 裡面呢 我給他一個這個雙引號 雙引號當然這個是不好的 雙引號是同樣是個保護的 結果是 incline1 incline syntax 這個跟剛剛的那個很像 剛剛我們這個 就說 呃 那可是我們 為什麼說可以 給sequelinjection呢 如果你記不記得 sequelinjection 的形式 就叫 1 1等於1 這個 sequelinjection裡面我最常用的 傳統的這個 應該是最簡單的例子 sequelinjection跟不同的 那 那如果我給他的ID是這個樣子 就比方說我 我猜他後面很像有一個資料庫 他後面可能有一個資料庫 他是拿這個東西 當作key 去資料庫裡面去做 做這個 retrieval的動作 那 那我就給他這個 1 1等於1 那結果就 在sequelinjection裡面 就換成一個start 那會造的什麼 就把那個 那個 table裡面所有的資料 通通通給取出來 那 你以前做 我們是從 注意到 這跟我們過去有什麼不同 過去的sequelinjection 我們是從 瀏覽器的 瀏覽器的這個 等於說 我們從 從瀏覽器的角度 送出去 然後 到 後端的一個 ASP JSP程式 現在我們是做什麼 現在我們是 當然現在是通過一個 送出去 然後呢 後端是什麼 後端是一個web service web service我根本不知道後面有沒有資料庫 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web service 但是我們同樣的 也可以用sequelinjection 所以 因為他後面還有資料庫 所以 如果你用這個 1 1等於1 這個 這個 當作ID丟進去的話呢 你可能看到 哇這個 整個書 1號2號3號4號 還有7本書 7個DVD 全部都 都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怎麼講 這個 就是 很典型的sequelinjection 傳統的sequelinjection 但是這個 這一次我們是 透過web service的界面 做到這件事情 那 假如說 你後端 是做認證 這個 只用 xpass injection 可以破壞它的認證 xpass是什麼 xpass是在 在sml裡面 找它的位置 xpass是做那個 ssl 或sslt之前 大家如果 如果在修那個 web基礎的課的時候 那基本上是在 sml以後 大概 xslt以前 會談xpass這個東西 xpass就是在 我找到 sml那個 架構裡面 某一個位置 那 好 那我來看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是 他get security token 就我 id passwall給你了 id passwall給你的話呢 你就給我一個 secret token 一般來講在 web上面應用都是這個樣子 就 你 等一下我就用這個token來當作 通行碼 後面我再補充 其實這個通行碼是有問題的 這通行碼在 在單獨系統裡面是ok的 在網路上面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但是 在概念上面 就是拿到token 所以這個request過去 正常的話呢 那response get security token的response 它就會給你一個 token 000987 99 9001 這個token 給你 寫回來了 好 那 如果你給他不對的 passwall的話呢 那他的secret token 就access denied 就是 基本上就是 你 你的passwall錯了嘛 所以後端有一個check check這個 id passwall的 你可以想到後端有checkid passwall的層次 在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說 你給他這個呢 如果後面只是一個簡單的資料庫 or 1等於or start 等於 等等 你在 你在username上面給他一個這個 這個字串 然後呢 passwall呢 passwall呢 給他一個start 那就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你 你 inject到這個 xpass裡面 去的某一個位置 然後呢 然後這個 token就 丟回給你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 同樣的一個injection的這個動作 那 那為什麼會說spass呢 那等一下我們要看看程式碼 你就會比較清楚 現在你看 這個跟secret差不多了 等一下我們會再看看程式碼 好那就是程式碼 程式碼裡面 那這邊 其實 這個程式碼居然就是check了 好就 我 就get security token的這個程式 好 這個程式裡面當然就是 一個 一個這個 sql的command command sql start from user from sml auto 這個這邊一個 然後呢 這邊cretential cretential的話就是 你把你的這個 user的id password 把它組成 叫做 叫做自算cretential cretential的話 你就在上面 擺 擺上什麼 擺上 把cretential存在這個上面 就在這個人 他的token就擺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 如果我們剛剛用 剛剛這個 用這個 正確 username username password 或者是 我用user 這個 跟 password start anything 那同樣都是到 到同樣這個 none上面去 因為你前面 前面你check過了 然後我的這個 我的id password 跟token的 在這個 spat上面 的同樣的位置 就是擺 那個token的值 那這個token值呢 我拿這個 id 拿這個password 我就同樣就可以抓到這個token 所以基本上 這個token 就是被 因為 我能夠 我知道 你xpass的這個 長相 因為現在這個xpass很簡單 就是直接就擺在這個上面 直接就擺在這個 id password 跟token 就直接把這個id跟他的token 就擺在這個 sml的tree上面 所以直接就 access那個token 那這個 所以這個叫做 xpass injection 那 後面還有一個injection LDAP injection 那LDAP是什麼東西呢 像我們學校用的那個 我們學校用的 注册 就是LDAP 我們學校在 在這個 各種系統上面 single sign-on 其實他 LDAP基本上不是一個single sign-on的一個 一個規劃 但是可以用 LDAP全名是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LDAP 好 那他在tcp是poss389 好 那如果是secure的這個tcp呢 secure socket layer 是 636 那 通常他當然是除這個 在內部 儲存著可以被信任的 訊息 好像我們 辅大內部 我們這 LDAP 就我們每一個人 人的這個 呃 說 說同學或老師 好 我們的 id的 id跟 id的這個架構 就儲存在LDAP 事實上是一個tree LDAP tree上面 所以是在我們內部網路裡面用 那 通常有LDAP的環境 你在internet外面 web service crime 有webcrime 然後這邊透過防火牆 然後 裡面呢 是LDAP service 就是我們說是可信任的 internal的 LDAP service 那中間有一個DMZ DMZ是甚麼 the military room 就韓國的話 38度線 就那個 非軍事區 各種 那個DMZ 那我們看過好幾次了 那web server 跟LDAP base web service 他是擺DMZ裡面 所以這個架構 通常都是這個樣子 LDAP本身是在 是在內部網路 但他的 他的web service web service web server 不能夠 當web server 我們也可以在內部來做web service溝通用 但是很多web service 對外 對外的話 他 我不要把它擺在內部網路 我把它擺在中間的那個 非軍事區 的那個 的那個裡面 DMZ裡面 那 通常 所以LDAP的架構 如果一般來布 部件的話 deploy的話 大概是長得像這個 長得這個樣 但injection也類似的 就你如果看到 如果你看到這個 web service provide get user information 然後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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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要get user information 好 那用 用sob來 那這邊 這邊是這個sob的envelope 這sob的envelope 這個 要get user information result 在這邊 在一個request裡面 在一個request裡面 譬如說 那如果我要get 其他information 我get username 我不用正常的 我用一個這個 左括號 左括號的話 那因為那個username 為什麼我們說username 那username是在ltape tree裡面的一個位置 那 那這個我現在又換另外一個 換另外一個符號進去的話呢 那你就發覺他給你的訊息是什麼 the same account name等於什麼 然後search filter is invalid 你發現他給你一個這個訊息 這訊息就很嚴重的licking了 為什麼 因為他把執行的那個程式的名稱都告訴你 我剛剛看到lign多少 或是 是第幾行 或是這個 或是給一個變數的名稱 那現在這裡他把他內部 就service後面的那個 那個程式的名字 叫做這個 他在這個forstreet裡面 他都 都洩漏出來了 所以這個licking比較嚴重 所以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程式嘛 後面應該有程式嘛 OK 那這個是 code for service 這邊 為什麼 這個就在這裡 你呼叫get user information的時候 因為你這裡沒有辦法處置 你的filter 就你的filter沒有寫好 所以我們現在各種的這個 不管是php 或者是各種的這個 web上面的 應用 很重要一點就是要把 要把filter寫好 那filter 一般來講 還不容易寫好 就是早期沒有這個工具 所以早期的程式都沒有寫 寫得很好 現在程式都有工具的 大家都用工具來幫我們做filtering 所以 如果用新的工具來做 你的 你這個 大概這filter的動作都會做的 還OK 好 就是最舊的 比如說seeker injection 或是 這類injection 或是 cross-site scraping 或是 C-serve 這幾個 大概都可以filter掉 但是 你要注意到的是 現在在外面 各種程式 有用好工具做的 有工具開發的 有很多 通通都混在一起的 所以這些東西 還是要知道了 所以這個filter 它寫得很不好 把它 它的名字都揭露出來 那 如果用star已經借進去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像剛這邊如果 用star進去 它就把所有的這個